- 各位投資朋友們好 我是路易斯 歡迎收看今天的盤偶儀 那小路下路易斯的時間點是在11月4號下午的5點24分左右 跟各位投資朋友分享今天的一個行情解讀 各位投資朋友今天的大盤應該這麼說吧 昨天晚上有個非常重要的消息出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就是美國的聯準會終於確認它要減少購債 並且強調明年可能會有升息的狀況出現 尤其是在6月份 根據FedWatch這個工具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目前聯邦基準利率 在6月份升息的機會是高達61% 在明年年底基本上幾乎來到100% 換句話說明年基本上就是會升息 各位投資朋友明年就是會升息 這是一定要知道的事情 可是你有沒有看昨天晚上美股 昨天晚上美股全部都拉尾盤拉上去 所以台北股是今天的夜盤 其實我們在開盤之前 夜盤漲100多點 漲100多點只有台北股開高 今天開高最高來到 17219的地方 結果漲了100點左右 就一直整個撸下來 跌了到100多點 今天收在相對低點的位置 殺了尾盤 跌了43點跌幅來到0.25% 成這樣3084億 各位同事沒有 成這樣3000億又是一個亮縮的狀況 又是個亮縮的格局 雖然今天指數看起來沒什麼表現 對不對 可是你看上了下跌加速 你可以明顯看得出來 上了下跌還是比較多一些些 大概多了快100家左右 從上了下跌的族群性來看 今天漲最強的是誰 今天是電腦周邊還有電子零組件 網通的部分 今天是比較強勢一些的 對吧 反倒是其他 像是什麼航運股 半導體貿易百貨 造紙 今天的跌幅都是相對來說 比較大一些些的 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現在的盤式資金真的會輪動 我在前幾個影音當中一直提醒大家 盤式的畫風正在改變 對吧 之前的畫風都是比較偏投資 我跟大家報告 你一個盤式光靠投資 你絕對走不遠 你絕對走不遠 對吧 那什麼樣的狀況下才能走得遠 一定要有投資的股票 一定要有所謂的基本面的股票上來做帶動 這個盤才有機會走得更穩定 而且高低機器的股票也要做輪動 你不能永遠只拉電子股 你不能永遠只拉半導體股票 你一定要讓所有的股票都能夠正常的輪動 這樣子多方的走勢才能走得久 對吧 這是我一直跟大家強調的 所以我跟大家講近期跟那行情 是有在做一些多空轉換的狀況 從紀錄線的部分來看 各位朋友這下降的壓力線 真的是很強勁 真的非常非常強勁 今天早盤一開盤的時候 我就跟我的學員報告 我就跟學員說 這裡有一個下降的壓力線 一直都沒有顯著性的突破 那今天的下降壓力線 能不能突破你要看誰的臉色 各位朋友你要看的是貨櫃山蟲的臉色 為什麼貨櫃山蟲是最近表現比較強勁的全脂股 對吧 從低檔上彈上也兩三層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今天能不能過這下降壓力線 真的要看三雄呢 可是各位同學 三雄們今天怎麼表現 三雄們今天全部開高走低 你有沒有發現 而且他們都來到緊線位置 對吧 陽明 緊線位置 萬涵 緊線位置 全部都頂到緊線位置 你說今天的大盤指數能不能過高 我的早盤的看法 其實我跟學員報 我認為這裡你要保守一點 因為不確定會不會過 不確定會不會過 尤其是三雄又來到壓力的位置去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各位同學 我一直跟大家報告一個重點 你有沒有發現一個多頭的行級 應該要怎麼樣 應該要高點過高 低點不過低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台北股市現在高點 高點要怎麼一波比一波的高點還低 所以你要怎麼化底這個問題 你一定要過前高 你一定要想辦法過前高 這個磐石才有機會 繼續很穩健的往上走 否則這裡就會遇到阻力 你看最近兩天收了很長的上癮線 有沒有看到 代表什麼 代表上方要落跑的人很多 對吧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我提醒大家 你不要過度的追降 那小路這裡是放空嗎 這裡是走空的地方嗎 當然也不是 為什麼 因為你看 各位同學 這個季線的扣底 也扣在這一天 這個禮拜 下個禮拜都會往下扣 也就是說季線會繼續翻檔 季線會開始翻檔 半年線扣底扣在這麼低的位置 扣在15353點 各位這半年線那麼低 代表什麼 半年線會繼續上彎 所以換句話說 長期的均線都會扣底低值 往上走的機會真的比較大 所以雖然現在的行情 不是說這麼的強勁 但我還是建議大家逢低拉回 你依然可以選擇股票來去做多 原因是在目前的扣底值 會再來到相對低檔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均線遲早會往上彎的 這是我的看法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依舊是請大家偏多思考 偏多操作 拉回依然可以找買點為主 OTC的部分 今天開高走低 中場下跌0.44個百分點 承加上不到1000億 989億 今天漲底加速大概各半左右 下一個就算多那麼一些些 整體來說 今天比較逆勢抗跌的事 在零組件 電子通路為主 化工航運 還有在光電的部分 跌幅都是相對來說比較深一些的 OTC指數近期來講 相對於大盤指數強勢的 他領先創高 來到相對高點 對不對 結果開始連續三天的震盪 所以大家會發現 最近那些中場型的股票們 好像沒有人在講 有沒有發現 為什麼 因為他們連續在回檔 反倒是那些在低檔的股票 最近好多人在講 航運股 是不是就談起來了 所以資金的輪動 就是現在盤面的狀況 你說這個 各位這當然多頭 他走在所有均線之上 對吧 只是說這個均線 不是說非常漂亮的多頭排列 還會有拉回修正的危險 所以這個拉回修正 你依然要站在買房 為什麼 邏輯一樣 季線的扣底值 下周會扣相對低 半年線的扣底值 在非常低檔的位置 也就是說接下來的長期均線 都會往上彎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當然拉回早買點 沒有太大的問題 當然背後的邏輯 還有什麼 國際盤很強 各位同學 國際盤很強 對吧 所以台北股市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我給大家結論 就是拉回早 好吧 拉回早 國際盤多強 各位同學 這道球 不好意思 歷史新高 納指 歷史新高 標普 歷史新高 背伴 歷史新高 所以同學 美股市沒有問題 我講過很多次 你看我的影音這麼久 你就知道美股沒問題 德法股呢 法股歷史新高 德股也快歷史新高 所以歐美股市沒問題 可是你回過頭來看亞洲股市 跟同學 這是韓國股市 韓國股市連年限都站不上去 對吧 韓國股市跟台灣 最大的共同特質 就是我們都是以半導體 為主的國家 恒生 低檔盤整 上陣 拉回修陣 在多處軍縣促整理 日本 相對強 日本應該算亞洲股市 相對強的地方了 OK 所以我要跟大家 分享一個重點就是 歐美股市沒問題 亞洲股市來講的話 我們台灣應該要看誰 我們看韓國 韓國如果這地方 再繼續一蹶不振的話 我們這台股真的很難拉 真的很難拉上去 因為韓國股市 跟我們台灣的相關係數 其實相對高的 除了美股以外 我們相關係數最高的 其實就是韓國 韓國股市 這裡只要沒有站上年限 都是一些隱憂 所以我才建議大家 你真的不要過度去追 但拉回來還是可以早買一點 為什麼 因為台股有均線扣體 相對低值的優勢 因為台股有架構轉強的優勢 有這兩個優勢 你就可以稍微忽略一下 韓國股市 弱勢的問題 相對偏多去做 當然如果韓國股市 能夠站上去 那樣共襄勝局 更好 台股更容易往1萬8去靠 真的是這樣子 所以我目前的觀察 重點是以這樣來做一個推論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在籌碼部分 籌碼今天外資賣了74.2億 外資賣了74 投信連三賣 今天賣了5億左右 投信連續三天在賣超樓 有點在做一些高檔 獲利調整的一個狀況 外資的期貨部分 加了1500口的空單 加了1500口的空單 所以從今天的期限貨的角度來看 外資期限貨偏空 投信也偏空 扣扣ratio1.0是中性沒方向 所以從今天的籌碼架構 我會給大家的結論 就是中性偏空來做解讀 融資最近增加的幅度 其實蠻大的 也就是散戶正在慢慢的回融 散戶正在回融 所以散戶回融 籌碼就會亂 籌碼一亂就會開始震盪 這是磐式的一個掉性 磐式的重點就是如此 所以建議大家不要過座去追價 很多漲到天上去了 你不要去碰 碰了漲上去恭喜你 通常掉下來 你就害怕得要死 對吧 那你沒有必要 你把操作搞成這樣幹嘛 你把投資搞成這麼複雜幹嘛 沒有必要的 好不好 真的沒有必要 因為只會讓你更害怕 更擔心 每天睡不著覺 甚至影響到你的生活 投資沒有必要搞成這樣子 真的是這樣好不好 給大家做參考 好 那我們接下來來看一下 其他的數據 我們來看一下 多空投排列加速的指標好了 我一直跟大家提醒的是 架構你一定要觀察 有沒有同步的轉型 可是你看這架構有沒有轉型 有啊 短均線多的排列加速在上面 空投排列加速在下面 長均線也是一樣 而且開口持續發散 這也是為什麼我一直強調 拉回來你要早買一點 拉回來你還是要站買方 你不要隨便去放空 你不要隨便去放空 因為架構告訴你是強的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我跟大家推論 其實韓國股市雖然沒那麼強 但台股有均線扣體低值 加架構強的優勢 你依然拉回來 應該站在買方為主 那今天我們跟他強調 外資他空了1500口的空單 對不對 對吧 前五大特法空了321口 換句話說 除了外資以外的法人 其實沒有這麼看空 他們反而是有在做一些小多單的 其實是有在做一些多單的 所以我要提醒大家 是外資雖然偏空 期限或間都偏空 但實際上除了外資以外的法人 並沒有這麼空 所以如果你要再修正一點點的話 或許你可以把這些籌碼當中性 小小小小偏空來做解讀就可以了 OK 好 那我們回到台北股市的盤面來看 我們直接來看一下 在這個個股方面的內容 OK 看一下 OK 那一樣我們在看個股之前 來 小路來幫大家update一下 我們的整個策略交易的狀況 目前策略交易有什麼樣的表現 我們用是什麼樣的去看待 還有推廣一下 我一直認為這是最正確的事情 我認為正確的事情 我就會繼續做下去 OK 那小路來持續性提醒大家 我們在股票市場上面操作 你還是要有一套方法 要有一套策略 而不是道聽途說 人家說什麼股票 你就做什麼股票 人家說強棒好強 你就跟著去搶 人家說康普好強 你趕快去做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長期來看 你真的不會賺到錢 真的不會賺到錢 因為你都用追高殺地的方式去做操作 那其實 又沒有一套好的策略 好的方法來輔助你 常常因為你的心理的壓力 或者是心理的素質不一樣 可能會導致你的一個操作 會比較失去一些規律性 那真的很可惜 那你的操作就會變得跟賭博一樣 所以我常常說 如果你都用情緒在做操作的話 你真的不要花時間研究股票了 反正最後都用情緒來做買賣 是吧 你就不要浪費時間了 用你的情緒去買賣就可以了 但我不希望我的學員這麼做 我不希望看我影音的投資們 你去做這種事情 那你來股票市場幹嘛 對吧 你要研究的是一套方法 用這套方法 持續在股票市場當中操作跟賺錢 這才是你該做的事情 所以我特別強調標準化 SOP交易的優勢 為什麼我一直要推廣這件事情 我要告訴你 其實做股票是有方法 而且是一套SOP的 而且這個方法有沒有辦法賺錢 歷史可以告訴你 他到底有沒有辦法賺到錢 現容化策略優勢 當然包含具備有一定的穩定性 你不是道聽途說 亂找股票來操作 你用歷史的量化回測的數據 告訴你這個方法真的可行 而且你會有一些合理的預期 你大概知道你這樣出手的勝率 大概是幾% 你心裡會有個期待性 你大概知道會有什麼樣的狀況 操作也不再有任何的模糊空間 他會變成一套標標準準的SOP 有機械化的操作方式 哪裡買哪裡賣 哪裡停利哪裡停損 標標準準一清二楚 你沒有第二句話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你的方法才能複製 你的方法能夠複製 績效才會穩定 這是非常重要的邏輯 很多同學都還是停留在主觀 非常強調主觀 甚至是道聽途說那個階段 我覺得那很危險 真的很危險 你說現在的盤 如果在八九千點 八千多點的大盤指數 你說你很主觀 你看到什麼族群去做 通常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為什麼 因為機器太低了 但現在不是 各位同學 現在盤是17000點 17000點這麼高漲的位置之下 很容易 如果你過度的主觀了 或者是你在操作上面 過度的依賴情緒 很容易發生巨額虧損 那是不必要的 好不好 你要學了一次一套方法 你也不用擔心 下任股票在哪裡 下任股票就在我們的策略邏輯裡面 所以小路特別會獨家跟你分享 我們策略know how 為什麼我要這樣設計我們的策略 為什麼這策略是有效的 我會讓你有一個帶著走的能力 有帶著走的能力 你才有辦法在市場上面 持續的操作跟獲利 對吧 很多人都會去想說 這是哪一檔股票 我想猜猜看 各位不重要 我常講 你知道這檔股票又如何 你知道該怎麼做嗎 對吧 你知道名詞又如何呢 你知道要怎麼買賣嗎 這就是問題 那你看我的贏這麼久 通常你看我贏這麼久 你應該都知道 我們的邏輯就是什麼 實質獲利能力提升的個股 我喜歡有基本面的個股 營收轉獲利數字 更有效率的個股 搭配轉強的訊號 以及低波動度等相關的條件 我們可以有效增加 我們的量化交易的勝率 跟報酬率 我們第一次推出的策略 叫GEO量化策略交易 16年到21年的回測 給大家做參考 87比的交易紀錄 83%的勝率 累積的報酬率跟風險控制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對吧 我再回測4年給你看 各位2012之金 10年的時間勝率略降了72% 交易比數148比 累積的報酬率623% 最大連續虧損是15% 你有沒有發現 在這段期間當中有多有空 有中美貿易戰 有歐債風暴 有新冠被演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還是能夠維持這麼好的一個操作的一個 績效表現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的是 一個方法有沒有效 不是你去聽人家覺得有沒有效 不是你感覺有沒有效 是能不能拿出他歷史能夠賺錢的證據 這才是重點 OK 所以我們也跟大家公開分享 9月份開始 我們一直跟大家推廣策略交易 我們跟大家介紹了聯華辛龍騰 各股僅有歷史範例參考 並不得作為任何買賣推薦操作 依據投資人應支付投資風險 本策略藝人僅供操作 以及教學研究做使用 各位同學 我一直跟大家報告 你不要看小路說 這裡 你看我們這裡有跟大家提起 你去看這一天的影音 各位同學 你去調video 我們的YouTuber影音沒有在刪的 每一則影音都是有評有據 你去調那天的影音 看我當天有沒有說 看我有沒有說 OK 辛龍騰 也是一樣 網上這都獲利的股票 都獲利的 9月份我們在基歐量化策略交易 當時選出4檔 第1檔 聯華 第2檔新龍騰 第3檔大氣墊 對 這都TP掉了 我高二移席 這也不干我們的事情 第4檔在這啊 繼續洗啊 這裡嘛 是不是這樣 繼續洗啊 今天呢 今天掉下去又拉起來了 然後就繼續盤整了 沒有達到我們的停歷停損點 那就放著啊 紀律化操作就好了 好不好 紀律化操作那就丟著 丟著 就取有 沒有跌破系統 但就繼續報啊 對吧 順便上去怎麼辦 對吧 上去怎麼辦 所以 跟著策略做 停損停利 有憑有據 你根本不用再想說 啊 草若怎麼辦 這裡要買還是要賣 你根本沒有這個問題 OK 那同時我們也知道 每個學員的資金量不同 所以我們也推出了第二支的策略 讓學員們有更多的選擇 可以做交易 價值成長策略交易 16年到21年的回測報告 也給大家做參考 勝率將近七成 交易比數341比 也就是說這是一個比較能夠平凡 交易的策略 那風險的控制 還有整個交易的曲線 績效 也給大家做參考 你也可以發現 這是一支有利可圖的 有利可圖的策略 所以我們10月份 也跟大家公開分享 觸發這兩個股 對吧 我們的價值成長策略交易 各位 同一檔股票 我同一檔股票 我一直幫大家後續追蹤 你們有沒有發現 這裡選出來 對不對 我的學員們 或者是 我在看我們盤溫營的投資朋友們 去調一下這天的影音 你去調一下這天的影音 我有沒有講這個 還是他今天憑空冒出來的 後續幫大家更新 我說有掉下來對不對 後續都拉起來 我昨天說什麼 我昨天是不是跟大家報告 重新高 重新高 今天呢 今天在創新高 盤今天很鳥 盤如果今天很好 他應該就上去了 收一個上影線 掉下來收一個上影線 但是影線就是創新高 他今天就創新高 很多人說 小路上的股票是哪一檔 不重要啊 你想知道你也可以去找 前三季的EPS5塊多了 今年應該6到7塊跑不掉了 今年的EPS應該是歷史新高 重要嗎 各位不重要 偶爾真是想找給你一點小提示的 但我只能跟你說不重要啊 不重要 為什麼選出這檔個股的方法 才是重點 對吧 啊這賺錢啊 賺錢啊 同時我們跟大家分享 價值上 這是私房策略交易 6515的尹威 我們有時候分享一些私房菜 尹威我們第一天選出來跟大家報告 對吧 後續呢 隔天創新高 再隔天大漲7個百分點 我們高歌離席 隔天還有高點啊 小路你怎麼沒有賣最高點 那我摳臉啊 我們就根據紀律去做就好了 你幹嘛賣最高點 你也做不到的 後面掉下來再長上去 不關我們的事 沒有了 獲利啊 獲利走人啊 1560的中砂也是一樣跟大家分享 選出來這一天 隔天我們動作 結果咧 這禮拜是不是衝上去 衝上去這一根上癮線 在這一根上癮線這一根 有很長 上癮線這一根K棒 我們高歌離席 我們高歌離席一樣 獲利放口袋 那小路今天他又長上去咧 不關我們的事啊 各位不關我們的事啊 他在就算在創新高也不關我的事啊 為什麼 沒啦 我們賣掉啦 對吧 這個才叫操作 這才叫操作 而不是說啊 每天都要想買最低賣最高 你就賺你該賺的錢就好了 銀威 中砂 那這檔呢 各位選出來當天創新高嗎 今天又創新高 只是盤很鳥掉了下來 開高走低 不過今天又創了新高 今天又創新高 所以我跟大家講的是 不論是這些股票 我們跟大家講 這檔你想去查就去查 615的銀威 中砂 還有這檔 名字不重要 怎麼選出來怎麼做才重要 如果你的邏輯無法脫離 這到底是什麼股票 這是哪一檔 我也好想做到這一檔 你沒有辦法脫離這個思維的話 你永遠會在找股票 那你要怎樣才能脫離找股票 這個問題 你用策略啊 你有一套方法來輔助你 這才是能夠幫助到你的地方 好不好 有興趣的朋友們 歡迎聯絡小鹿投資日記 小鹿金融實戰 臉書 粉絲 專頁 小編 諮詢一下小編 想要加入我們的精選 群務的服務 跟著小鹿一起學習 我教你的是SOP 我教你的是方法 我給你魚竿 告訴你魚竿 到底該怎麼去使用 這才是重點 我希望大家可以聽得進去 我在講什麼 這對你人生才有幫助 好不好 好 那我們講完了 一樣來看一下一些 大家感興趣的個股 今天大家一定又要講這個 投信連兩買了 哇 投信竟然夠 投信連續兩天買了 長榮跟萬海 外資連續兩天到 不過我持續提醒大家 上面這裡套牢牙很沉重 這裡套了一堆人 有一堆人在這邊畢業 所以我只能說上面這裡 你說他輕易攻過去 我認為是不簡單的 所以上檔有壓力 我還建議逢高 如果你是在低檔有買的 你有搶反彈的 逢高你一定要出一趟 我這是確保你的安全 那如果你是套在上面的 逢反彈上來 你也可以做一些適當的減碼 適當一些減碼 把一些資金抽出來 先做別的個股為主 我認為會比較安全 尤其是最近融資增加幅度 你看這融資增加成這樣 每一天都這樣大增 這個也是融資增加幅度很誇張 所以籌碼很亂 裡面一堆散步 所以我喜歡聽大家 操作當然不用過度積極 去追這種股票 我認為這個風險程度很高 你不如扎扎實實的 去做別的股票 像我們之前策略交易 講到的隱危 小路今天隱危這樣掉下來 慢慢又好像又往上推 不關我們的事情 對吧 就像剛剛講到中砂也是一樣 各位你做這種股票 不是比較安心嗎 對吧 今天這個又要創新高 不關我們是沒了 賣光 對吧 所以我只能說方法重要 方法重要 面板 面板外資最近都在逢低在買 外資是不是出了買進的報告 對吧 友達 那個彩晶 都在第一檔位接做盤整 法人比較愛買的是 大時速面板的群創跟友達 如果你真的想抄底的 這兩個看一下吧 這兩個看一下 只是我覺得雜音很多 我是不會碰 敦泰 這也是面板相關的 Driver IC 外資狂賣有沒有發現 外資狂賣 8016系創 外資投信都在賣方 天玉 外資都在賣方 聯友 聯友 外資持續在賣方 投信占滿方 這檔投信比較有在顧 那當然這些股價都不強 那也都跌到這個位階 我認為他們都跌穿價值了 真的沒那麼慘 只是說 現行真的 你不要過度去碰它 你不要過度去碰它 那還有什麼呢 還有大家常在講的一些什麼 元宇宙的股票什麼 雅信 我找牌是並釀牛 尾牌就收了下 宏達電 OK 玉創 這也是最近很強很強的股票 大概你看融資 這也是一堆散戶在裡面去追 去衝 都比較危險一些 不是說不會漲 各位同學 你看這個美琪 融資連續三天大增 康普 融資持續沿路都有在增加 不是說不會漲 只是說散物都在裡面 這個風吹草動 就容易引發羊群效應 大家看到再跌了就開始狂慢 那就整個被倒下來了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我建議這類型的個舞 你可以潛藏則止 佈局個5%10%20%之一去做都沒關係 但不要放太多 真正能夠讓你人生資產 去做明顯增長的 永遠都是穩定安靜的投資 小路一直跟大家推廣投資投資 去做投資 你做這種股票 在它漲上來之前 你知道中砂嗎 各位在這一天的時候 你知道中砂嗎 你不知道中砂對不對 但我們知道啊 因為策略選出啊 漲上來你就知道了啊 所以你不一定要跟著市場 去到處去搶 到處去衝 不許 這個方法 安安靜靜的 可以幫助你賺到錢 可以幫助你賺到錢 這更舒服 好不好 這更舒服 給你做參考 好 那我們來回答一下 學員的問題好了 學員的問題來講的話 今天 我看一下 今天提問包含了像洪傑科 今天那個PA的部分 我記得全部往下跌 對不對 全部往下摘 因為有一個 美國有一間公立放大器的公司 公布財報 盤後大跌了8個百分別 最主要是因為本季的營收 預估它的供應鏈 會繼續面臨挑戰 還有全球智慧型手機的需求 可能遞減 可能會有一些削弱的狀況 所以導致了這個 它盤後大跌吧 那台灣的PA三雄 今天直接開盤 就直接重挫掉下來 連帶影響到全新 穩帽洪傑科全部嚕軟 洪傑科昨天也公布前三季的獲利 前三季獲利3塊錢 全年應該4到5塊錢跑不掉 在這個狀況之下 應該今年是歷史次高 那以5塊錢來看 30倍本益比 就大概在這個位置 我認為它沒有到 真的需要這麼悲觀 那只是說 下檔空間或許不大 但上面的空間 我認為或許也不大了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上有壓下有撐 我會以區間的方式來做看待 OK 6414的化漢也是這位學員問的 我們這位學員 最近也在問化漢對不對 我是不是跟你講 化漢這個地方 你好像在這幾天問的 藍色圈圈住這裡 這幾天問的 我說不要殺低它 為什麼 它今年EPS不錯 年年更好 EPS10到12塊 這個位置100多塊 化漢在砍什麼 沒得砍 沒什麼空間 那接下來就等什麼 MIH拉貨 它的出口 中端的出口 因為它有切入自家車的 工業系統裡面 電腦系統裡面 所以MIH就是它一個非常大的出口 那它最近拉起來 它最近拉起來 頭信也跟它進來認同 我認為這不錯 這不錯 這底部打出來了 所以這地方 黏線位置你不要去追 短線的 甚至這裡可以先做一趟 先做一趟了結 拉回來整理修正的時候 你再進去把它接回來 更好 這也是一個很不錯的操作方法 那這兩個我就是底部 我就底部區 我認為 這個在正當打底一下 均線洗的更漂亮一點 它會更有利於行情往上攻 那上面有沒有空間 可以做期待 我認為有 我認為有空間 應該可以看到這邊 應該可以看到這邊 以基本面來評價 我認為是有機會的 好不好 新復發 這個銀劍股 銀劍股其實今天都不錯 銀劍股今天都不錯 OK 新復發來講 它上面的EPS4.22 今年年底還有新物交物 跟它的消貨的 這些入障的狀況 它的EPS 今年應該可以挑戰到 歷史的新高 我說營收 不好意思 修正營收可以挑戰 歷史的這個新高 歷史新高營收 整年都是442億 今年應該可以創新高 新復發 下半年推出了700億的暗量 基本上都著墨在中南部 都著墨在中南部左右 整體來說 目前的科技大廠 也在中南部要有一些設廠的計畫 對不對 應該是有機會帶動附近的房價往上漲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基本上對於新復發 在中南部的布局的 每一瓶的評數的單位價格 基本上就有往上看的一個潛力 EPS來看 今年應該可以看到618塊 618塊 這兩國的股息配發率又超高的 所以殖利率又超高的狀況之下 基本上下方沒有什麼壓 沒有什麼可以跌的空間了 尤其後來半年線附近震盪 這兩國我認為你用投資 以殖利率的角度去做投資 後續EPS第四季灌注了 應該有機會讓你往上做到價差 這是我認為應該是可以做到的 好有詢問台積電的扣底值 目前扣在11月18 具體來講應該是扣在11月12 11月12240天的話 240天的扣底值 目前的價格是587 扣底值扣449 的那一天 那一天收449 大概450 這扣底值那麼低的狀況之下 年限會繼續上彎 年限一定會繼續上彎 只是說在這個狀況之下 台積電有沒有機會會上工 我倒不這麼認為 為什麼 因為在一個無量的市場狀況之下 我建議你不要用 你不要用均線去過度的解讀行情 為什麼 因為均線就只是平均價格 但如果現在沒有量的狀況之下 你平均價格一路往上墊高 就是沒有量 沒有量的狀況之下 你怎麼樣他都不會動 所以我倒是認為 以盤整這麼久的格局來講 我會建議台積電還是先看區間震盪 上有壓力下有支撐來回區間做 逢低你要買沒問題 逢高我還是建議先站在賣方 除非突破或跌破 方向才會出來 在沒有方向出來之前 我建議都用區間去做看待 因為在沒有量的市場之下 均線基本上沒有辦法提供 太過豐富的指引 OK 這是我們學員的問題 回到我們學員問題之後 來看一下我們Teregram頻道投資好朋友的問題 Teregram頻道投資好朋友的問題 今天有四個 第一個有投資好朋友問到1513的中心電 中心電據我所知 它是儲能 節能 捷徑能源相關的供應鏈 它最近有一個利空掉下來 掉下來之後 你的成本是在47 47大概快兩成吧 以價值來講 這個地方不用砍 這個地方不用砍 為什麼 各位同學你去看它的業績 你那業績 9月份的營收 YOY24.15個百分點 24.15個百分點 其實不錯 三綠的部分 雖然最近有掉下來 不過整個上半年來講 大概賺2塊錢 下半年弄一弄 也是4塊錢左右 3到4塊錢左右 你現在39塊多 本益比不到10倍 剛好它本益比不到10倍 它目前還有做在什麼 太陽能發電 充電裝的營運 還有配電工程等等 我倒是因為不用過度悲觀看待它 中心電 它算是結合了蠻多這種儲能 節能相關的業務 還有明年太陽能應該會大爆發 我認為明年太陽能會有爆發的機會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我並不建議你砍在這個地方 如果你真的想調節的話 你真的想調節的話 逢返潭在減碼 好不好 逢返潭在減碼 不要砍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很容易砍在最低點 OK 我認為它沒那麼差 這個地方我認為 再往下探的機會跟空間 應該也不大了 它也不是什麼虧損的爛公司 只是說線型很鳥 可能會在這邊走一個區間震盪 讓它洗一下震一下 不要再破裏就可以了 不要再破裏應該就可以了 三更多年的威剛成本123塊 想問可口繼續抱著 可以啊 我覺得可以繼續抱著啊 去底部啊 記憶體明年又有傳出要漲價的消息 對吧 沒那麼糟啦 我記憶真的沒那麼糟 這個地方就在打底部 又打到年限了 我會建議的就是這個地方 反而在近期再量縮震盪的話 你或許可以進去做加碼 把你的目標可以看到這個位置 逢返潭上來來到這邊 如果你有做加碼的 攤低成本的 攤上來這個區間 你應該就解套了 那麽可以解套啊 你看這個記憶體部分都在打底了 都在打底了 2337啊 2337 旺虹 OK 好那在1785的光陽科 這個位置差不多 這個位置我就不會看了 那他的EPS對照他的本益比 我倒覺得就是前高這裡 這就對我來講 我認為就沒什麼空間了 大概就在這邊混 上有壓下有聲 應該投信也是 投信昨天賣光光啊 也不是賣光光啊 賣很多了啦 所以上面壓力有那麼比較大 這壓 你真的想留意這區間做吧 那你真的要操作就拉回來再看 風高還是一樣做偏空的調節 為主 23030連電 很多人都連電不會漲 你看外資投信 主力賣成這樣 這要怎麼漲 而且你看 這裡的融資 是不是增加一大堆 因為這裡的報商媒體都跟你講 連電會漲價 明年會多好 不是嗎 所以散戶買了一堆啊 就跟台積電 遇到問題一樣 不是不好 只是散戶太多在裡面要怎麼拉 只是說就基本面評價 五字頭的連電可以啦 不用擔心 五字頭連電不用擔心 那往上看來講的話 上面的壓力在這邊 以極短線來講 我認為就在盤 但以中長線來講 我認為我還是會往上看 好不好 還是會往上看 只是說什麼時候要去推而已 所以就以區間操作來去做規劃 下小之聲上有壓力來回去做就可以了 OK 好 那今天影片內容 就跟各位同友服務到這地方 那聲音邀請大家 如果你認同我的理念 想跟著我們一起學習 策略交易的投資朋友們 歡迎聯絡小鹿投資日記臉書粉絲專頁的小編 諮詢加入我們 精選出的服務 跟著小鹿一起來學習 今天影片內容就到這地方 祝福各位 投資朋友們 明天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見囉 掰掰